假如没有佛教传入中国,就不可能送给儒学生 佛教传入,就把中国的精神世界,包括儒家的精神世界,有一个,不能说特别,非常大幅度的转捞 同时,儒家文化也把佛教文化融会到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命运 所以你刚刚讲的修身养性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可以来自佛教 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是以儒家道家为主 那么佛教外来的一直是属于外来的,将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们又是外来的外来 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一定少,我不觉得如此 如果看这个精神世界,它是一个互相极大,互相发展 如果基督教发展得好,它可以成为主头 如果伊斯兰教发展得好,它至少在两千多的回民中间,它是主头 那么道家和武家怎么样进行对话,这也值得我们进行 请介绍一下 我叫杨晓婷,是陕西天主调神社学院的老师 很高兴今天在北大能够遇见杜先生 也听到杜先生对儒家的演讲 当然十年前本来在美国就想去佛斯文去拜见你 没想到今天有机会在这儿相见 那我想,刚才听到面对儒家的思想 它是以人为本,那么重视现世 那么从基督宗教的这个思想弹集到 它好像强调天国 那么从你刚才弹集到的就是 对这个现世的污染破坏也是无所谓 所以自强调到天国 那么是否基督宗教对现世的问题就不看重 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 从你刚才弹集到你在美国 对这个神学家也常借助 那么对神学思想的熏靠 我想问一个问题 教会在现在目之 教会在现在目之宪章里面所弹集到的 是否知识来世问题 而非现世问题 请,布老师 您的问题非常好 其实您前面讲的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我的意思是说 假如基督教还坚持未来的天国 而对凡俗的世界不重视 这不可能 因为面对这个生态环保的影响 基督教的领袖 大概要走社会福音的方式 纳目现实 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基督教的慈善世界 其实比世界 任何其他的慈善世界都要全 这当然是论识 另外这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复杂 我认为如果 推过基督教的影响 您刚刚提到 当然是现实性非常强 面对了人类所动作的大问题 做出回避 比如在美国 讲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杜威以后 哲学上的公共知识分子 不多 但是基督教 比如说是 或者是在 当然是犹太教 但是也有很大的影响 像马丁伯格 这些人成为真正的 公共知识分子 我的同事 像罗伦格 虽然他是代表 基督教上的 非常极端的观点 但是他也在社会上 有其他的影响